7月5日,习近平主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、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了视频峰会 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为中欧扩大互利共赢合作 妥善应对全球性挑战 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指引 极大提振了双方企业深化合作的信心 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 中欧经济互补性强 合作潜力巨大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中欧双方克服困难 实现了贸易逆势增长 投资稳中有升 中欧加强经贸合作 有利于增进双方民众福祉 有利于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复苏 中欧投资协定符合中欧双方共同利益 有利于整个世界 目前双方正在开展法律审核 翻译等技术准备工作